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哪里 叫你们也在哪里 我往哪里去 你们知道 那条路 你们也知道 多玛对他说 主啊 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 怎么知道那条路呢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你们若认识我 也就认识我的父 从今以后 你们认识他 并且已经看见他 菲利对他说 求主将父贤给我们看 我们就知足了 耶稣说 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 你还不认识我吗 人看见了我 就是看见了父 你怎么说将父贤给我们看呢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你不信吗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不是凭着自己说的 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们当信我 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 即或不信 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成就 叫父因儿子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 求什么 我必成就 你们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灰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认识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还有不多的时候 世人不再看见我 你们却看见我 因为我活着 你们也要活着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有了我的命令 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 爱我的 必蒙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并且要向他显现 犹大 不是加略人犹大 问耶稣说 主啊 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 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主 不爱我的人 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 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你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保慧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名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 我去 还要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爱我 因我到父那里去 就必喜乐 因为 父是比我大的 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 我预先告诉你们 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 就可以信 以后 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 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 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但要叫世人知道 我爱父 并且 父怎样吩咐我 我就怎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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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